黑衣富人突然小跑步通过斑马线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转弯公车丝毫没减速及时而来 这下不得了直接将人撞到弹飞 巨大撞击富人重摔在喷倒路上 痛到久久不能起身 事发就在台北车站附近 肇事驾驶自称 因为没注意路况而念货 这一谎声害富人全身手脚擦挫伤 恐怖瞬间也出现在台南市区 绿灯七级车纷纷通过路口 突然间有名男子从右侧冲了出来 大力撞上路过骑士 骑士惨遭挤落摔车倒地 男子也摔个四脚朝天 鞋子甚至还掉到路中间 在高雄则有暴虫意外 绝世骑拍下机车误催油门冲出去 连撞两台机车 车上小孩惨衰站不稳又够危险 再看一次小朋友下车 左手误抓手把狂催油门 撞碰机车还一度卡住 但女骑士却扶了车 看了一下就走人 被撞得苦楚气炸了 说骑出去闻到烧焦味 才发现车牌跟轮子贴在一块 有够倒霉 机车全擦伤却找不到人赔 报警却说这是私人土地 只能自己提告 死亡车祸则是发生在云林 女骑士高速行驶 经过路口看到轿车时 反应不及 碰好大一声 辆车当场撞在一块 猛力撞击 女骑士当场弹飞在倒卧路边 机车直接盆倒对象 汽车则是冲到一旁的农田 卡在水沟上 女骑士被送医时 一次大量内出血 当场失去神秘迹象 最后送医宣告不治 开车起车 经过路口时 多点注意意外才不会随时上门 解周嘉文 多轩早报道